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Joseman 让哲学进入经营建立企业成功金 嗨 大家好 好久不见 真的好久不见 我还在台湾 那因为前天陈泉总就跟我说 他说 大哥 你有没有空啊 10月22号来参加我们 创蒙道胜哲学五周年的分享沙龙 我说 我还在台湾 我去了内地要先关14天 然后回来再关14天 那陈泉很有趣 他说 我以为两岸很方便 本来是很方便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让我们很难出门 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回了新媒体 企业在经营 那我们推了很多的专业职人的频道 那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生活职人 那我就刚好可以利用这样的影像 把这个哲学把它拍出来 我们已经拍了快四十几了 后续我也会在内地 然后让这些的视频给所有的家人们来看 这个大家拭目以待 今天刚好是创蒙的这个分享沙龙 五周年的 有这么久吗 时间真的过了很快 真的要谢谢各种 还有所有的家人们一起把这个 这个创蒙的这个沙龙可以这样持续的来经营 今天就也不是什么演讲 大家就聊聊 首先讲一下这个企业为什么要有哲学 哲学是什么 哲学就是我们所谓的伦理跟道德 我们在企业里面要规范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企业里面要有共有 哲学共有 必须要来行大家族主义 但是你说想要把大家都成为同一个家人 那我们到底有什么可以来成为我们共同这个遵循 你说过往大家族大家庭小家庭 他们都有血缘关系 那企业要践行所谓的哲学共有 所谓的家族式的经营 那我们没有血缘啊 那我们必须要什么 我们要共同理念 我们要共同遵守的原理原则 就是经营哲学 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这样的来 在企业里面跟所有的员工 所有的伙伴去推展这样的理念 所谓的作为人和为正确 这个就是企业员工 所有判断的基准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员工的心里面 要有这样的尺子 要有这样的尺度 然后要把这个尺度贯彻成为我们的潜意识 像我在企业里面已经这个 这个践行了快一年的这个哲学落地 每天早上让员工念书 当然这个针对主管每个礼拜一 就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开读书会 我们已经看了三本书了 第三本书我还特别从内地把它买回来 因为我觉得还是内地的在这个哲学翻译的书还是好 但是你如果一开始给了内地的翻译的书 第一个简体制大家其实不太熟 第二个呢 他们对哲学还没有那么的了解 你就给他们看的比较真正比较贴切的 那可能会没办法接受 所以呢 第二本书结束之后我就想说 我们应该要用更所谓的精准的这个哲学的书 来让部门的主管来看 所以我们也看了三本书了 那怎么样让哲学落地 这又是一门学问 我们虽然在企业里面讲哲学 然后呢你还是会遇到问题 那遇到问题 那你会更清楚来看待问题 而不是说你有了哲学 那你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它可以降低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重点就在于领导者自己 你的员工你的主管慢慢的可以提升 但是你自己一定第一个要坚信 第二个一定要内化 第三个要好好的把道胜哲学 在你的企业里面落地 你必须要做到就是你自己要真的内化 当然我在企业里面 践行哲学就是不用说的 但是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子去写这么多 算一下已经写了350几万字 也该出书了 但是应该录完之后 就会开始有系统有系列的来出这本书 到时候大家都要买 第二点我们谈到了这个国际化的布局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在美国待了很久 那当然创盟很多都是海归的 那我觉得既然我们在东方 再回到亚洲 我们想要做各种不一样的布局 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国际化的布局 那这国际化的布局其实 在创盟来说其实是不难 所以我常常跟不管是大陆的企业 台湾的企业我就说 你必须要去盘点一下 你的企业什么是利器 那我现阶段我在内地 我在台湾我在亚洲所做的就是练兵 要不断的把自己的产品服务 要蹂躏到一个可以随时呈现最好的状态 给未来的这些国际的使用者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但是在这个当中 我个人认为其实人才很重要 我们在探讨企业经营哲学的时候 必须要有水库般的管理 除了资金之外 我个人认为是人才 然后还有就是资源 还有产品 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考虑进去的 而不是纯粹是只有自有资金 当然了 有钱当然好 自有资金 那是最基本的 所以我们探讨这么久的企业的道胜哲学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升华 创盟已经五周年了 已经不是在看金之哲学 或是只想做阿米巴 所以我们在谈到 不要说国际的布局了 其实就是你自己企业的布局应该是什么 要先盘点你有什么 那还有就是你的缺点是什么 必须要面对自己要摊开来 而且要面对你自己的员工 说嘿我们现在缺什么缺什么缺什么 然后我想要怎样怎样怎样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国际布局倒不是只有主管跟老板的事情 应该是全体员工的事 因为说真的啦 我们都有知道 企业组成的三个元素 资金资源 产品技术 甚至有服务 再来一个就是员工 大部分80%的事情都是你员工在做 对不对 我不知道在做的创盟的老板们是不是 可能海归所以大家都自己做 但是大部分的企业老板都是员工去做 所以国际的布局也好 内地的布局也好 亚洲的布局也好 我觉得应该是全体员工共同要有这样的理念 要有共同的想法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怎么样的来让全体员工知道你想什么 当然你可以看远一点 但至少要让他知道你的下一步是什么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设定目标 像我回到这个公司 我一开始就是跟所有的伙伴讲 我就是要做最大最赚钱的这个数位媒体 这很清楚 那再回来第一 回来原点我们该怎么做 那再来就是有关于疫情下 我想这次疫情真的是搞死我们 但是我们怎么面对 除了这个消极的面对之外 要第一个好好的思考 好好的想 企业接下来下一步怎么办 因为你现在不想 未来这样的状态一定会不断的去发生 而且不断的会再度的让我们面临 所以你必须要去思考 如果我没办法出门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用到互联网 我是不是要用到 所谓的这个数字媒体 来呈现我的产品 我的服务 还有一个就是 当疫情来临的时候 是不是要降低成本 大部分的老板应该说就是砍员工 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当疫情过去 有单子 没员工 那不是很瞎 所以都要很清楚 企业比的其实 除了就是说一条心之外 共同目标之外 你只要在这个 这么严苛的环境之下 把公司的状态 都跟员工说 那我想员工一定会 所谓的 我们大家共犯难 所以时时刻刻我觉得 企业里面有哲学 你自己不要当第一个 践踏哲学的人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 预计能量 那这个能量 除了资金之外 就是人才 然后还有就是 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必须要 好好的思考 我觉得毕竟 那个时间 我们的时间会比较短 会被陷缩在一个地方 那所以呢 去思考 下一步怎么办 再来就是说 遇到更难的怎么办 其实我们在讲哲学的时候 也说了嘛 我们每天都要用 面对困难 甚至高兴有困难 来让我们的 意志更提升 好 所以我想 在创盟这五周年的 沙龙上面 也跟大家聊聊天 讲讲话 那我还是真的很希望 大家到台湾走一走 那如果 这个时间允许的话 还可以到 我自己的公司 跟我的员工 好好的交流一下 讲讲张理的好 这样子 好啦 祝你们五周年 这个顺心快乐 事业成功 拜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